日本爱旅行 旅行爱日本 我们今天很荣幸再度邀请到太平洋旅行社的林志安社长 来谈一谈他对于品质的要求比日本人还龟毛 那么日本的清景则这个饭店呢 甚至于为他改变了灯光的设计和步道的走法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分享的是 他为了要争取在日本非常重要的斥责迎宾馆 多次跟他们交涉 然后拿到了台湾的代理权 这真的是不容易啊 社长 我觉得这个每一个旅客托付给我们的 都是他的一个希望 我们讲说有的人上班族 他好不容易存了两三年 他可能就这五天假 金额不是很多 但是他的希望他的梦想是非常的大 我这样也需要满足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东西 我希望他们回来之后 是远远的超过他这个价值 所以我只能不断的找更好的东西来满足 来创造这个需求 讲到这个赤泽温泉淫宾馆 这家饭店真的是让我永生难忘 光是要签这家饭店 当时其实全台湾的旅行社都知道这个讯息 他用100亿盖了14个房间 那当时我跑了三趟 始终一直得不到答案 愿不愿意让我来做总代理 就要离开了最后那一刹那 我只能想用一句话 最简单就是讲说 太平洋是我的生命 我用生命在经营太平洋旅行社 结果回来之后竟然说到没有 他首肯的将赤泽温泉淫宾馆的 这个总代理权 就交互到我们公司来 哇 我相信对方一定深深被你的精神所感动 也敬佩你的坚持和用心 因此才把总代理权托付给太平洋旅行社 但斥责温泉淫宾馆 也是一家超五星级的饭店 非常的棒 你有机会的话应该去住看看 另外我们太平洋旅行社 使命必大的故事还很多 有一则我们也觉得可以透过空中 跟大家来分享 那就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有一位台湾人被征召到日本去服役 那地方在长崎 那么这位阿公呢 他很想要去谢谢当时帮忙他的一位日本长官 那你们真的帮他打倒了 圆了这个梦 这个在南部有一位一个家族 他们排了一个行程 就要到九州的长崎 日本的九州长崎去旅游 那我们去跟他接洽的时候 这个阿公一直讲 他曾经在长崎当过海军的工人 就造船的工人 那在讲的过程里面就提到有一个他以前的大佐 就是他的主管 当时日本战败 他这个主管大佐 这个上尉呢 就跟他讲说日本战败了 你可以回台湾了 帮他安排船 然后从长崎到陆尔岛到琉球 然后回到台湾的吉隆港 所以他很感谢他 将他送回来 他非常的感谢他 第一个他完全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当时日本人要走的时候 还跟他讲说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见面 那他当时这个 他这个上尉这个主管呢 知道他的名字 那我们从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接到了这个团的时候 这个阿公一直跟我讲说 他很感谢这个上尉呢 当时在日本那么照顾他 那我们也想说要圆他这个梦 那就当时就马上联络长崎县政府 将这个日本这个上尉的名字给他 请他查这个资料 就我在出发前的大概一个礼拜 终于有大概查日本的回复消息以来 说日本这个军人已经过世了 那他有一个儿子 那儿子姓什么什么什么名字 然后住在哪里 那我们又写讯去给查的这个儿子 但是到出发之前都一直没有接到这个讯息 那我们到了日本之后才告诉这个阿公说 我们其实有查到他儿子 那这个阿公呢 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当场打个电话 给他儿子跟他讲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导游就陪着这个阿公去打电话 给这个他的上尉的儿子 打那给他 然后跟他讲我们还专程用游览车 经过这个他的儿子同意我们整台游览车 就是他的家族 我们就整台游览车开道去找他 他很好感动哦 他一直跟我们讲说 我们怎么没有早点跟他讲 他可以买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东西来感谢他 其实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阿公 他五六十年来 他一直跟他的孩子讲这件事情 用意是什么 真的是五六十年来 他没有再踏进去日本一步 那这一次经过五六十年之后 他这样子去找到的帮助过他的人 好像找老朋友一样 那我相信他这个心理上面 非常的满足也非常的快乐 那其实我们所做到的事情 就是只有联络而已 只是帮他圆这个梦而已 不过我觉得那是一个 简直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只知道名字 而且已经隔了五十年的时间了 对不对 对 竟然还可以找得到 而且真的带他去 我觉得那个阿公 一定会非常非常感谢你 社长 没有他在五六十年来 一直跟他的家人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是希望家人带着他 过去看一下 过去看一下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 他的家人才跟我们讲说 原来他那么想要去 真的帮一个阿公圆了他一辈子 最想圆的梦想 对啊 是 那另外我还记得呢 你们的服务真的是无为不至 像这个是事前知道的 那也有人好像早产就在日本那一边 对不对 是 然后你们好像也做了很好的服务 这个 他本来是离那个预产期还有四个月左右 那算早产 算早产 他是在泡温泉的时候 突然间肚子痛 那其实孕妇是不应该泡温泉的 是 那这个 第一个就是他 因为是第一胎的关系 所以不是很明显 那可能就是也不小心 那就肚子痛之后就发现不行了 马上赶到医院早产 那从这个确定这个婴儿很平安的生下来之后 我们从动员日本公司 然后到当地的翻译的人员 因为导游必须把团体继续带着走 那这个留下的妈妈跟婴儿 然后到这个妈妈先出院 那婴儿在那边住保温箱 住到满足四个月 那这个四个月里面 真的是我们就好像把那个女婴 当成是自己的家庭一样 哇 所以这中间的过程真的是 花好多的心力哦 真的 哇 那个妈妈 那个爸爸一定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真的是 也很难想象说这样子 能够把那个小孩子在那边四个月 按照到四个月之后 妈妈 爸爸妈妈再去把他接回来 接回来 是是是 哇 你们真的是一个很特别 很不一样的旅行社 帮别人完成了很多不一样的梦想 不管他是放在心里头的 还是临时突发的 可能这还是回归到社长所讲的了 就是做一个不一样的旅行社 然后不做第一 真的只做唯一 这个唯一对于品质的坚持 甚至于比龟毛的日本人还要更龟毛 服务的比他们更细腻 是 像日本有些餐厅跟饭店 他就会有时候就自己降价 那降价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说 这个可能内容上面有问题 所以像这一点 我们反而是不太愿意接受这样子的情形 就是饭店应该有的品质 他应该比我们更坚持 现在的日本反而是我们比他们更坚持 要给太平洋旅行社鼓鼓掌 因为你们的坚持 我们的游客 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的听众 才能够得到最棒最好的一个旅游记忆 真的很谢谢社长 谢谢 有计划邀到日本旅游的朋友 建议你可以上他们的官网去看一看 相当不错 好 接下来呢 为听众朋友安排的依旧是模拟宅集变当中的配乐 看见海的城镇